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比较美国移民和加拿大移民 大家知道呢,最近因为 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吧,各种原因 那么所以呢,有这个说法,有的叫华润万家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从这个 中国出发移民 润到这个世界各国的呢,这个 至少有这样想法的人比以前更多 我们律所呢,也收到了很多 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专业人士 他们的联系,要评估 说办理美国绿卡 同时呢,也有一些人询问我们 说是否办理加拿大移民 或者说比较美国移民和加拿大移民 那么首先呢,我们律所呢 这个数业有专攻啊 我们一般呢,主要办的是美国的绿卡和签证 我们一般呢,不办理加拿大的移民 对于有的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我们可以推荐啊,你可以联系 有的我们所了解的一些 办加拿大移民的公司 但是这个呢,具体需要 申请人个人具体来做出决定 那在这里呢,我们希望 比较一下这个美国移民和 加拿大移民的一些区别啊 然后呢,供申请人来参考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想指出的呢 就是如果说类比的话 加拿大移民呢,可以类比成高考啊 这样的形式 美国移民呢,可以向这个公司招聘 加拿大移民呢,是政府主导的啊 有一个打分制 就是说呢,你要符合这个分数 在这个分数线以上 然后呢,你进入到所谓这个铺 然后呢,再考察 所以最重要的呢,是根据个人的年龄 学历,技术背景,工作经验等等 然后呢,都折算成一个分数 然后相应的呢,从这个分数来决定 那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香港等等 其他一些地方呢,也或多或少的 都是这样的制度 那么美国移民呢,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呢,主要讨论职业移民 对于美国的职业移民呢 它是由雇主来主导的 而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 所以呢,如果你在美国有一个专业工作 那么这个雇主 不管是公司、大学、研究机构等等 他愿意支持你的绿卡申请 或者呢,你个人符合条件 可以办EB1、NIW,像这样的申请 像这些申请呢 不需要满足政府的一个统一的分数线 个人呢,只要能够展示 说我符合这个要求 我有这个条件 那么就可以取得美国绿卡的批准 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说 优点嘛,可以说更灵活一些 没有一个固定的 唯一的标准 三百六十行,每一种都可以 我们的客户呢,有很多是理工科的科研人员 另外也有人文学科的 也有工程师、医生 然后也有艺术类、体育类、商业类等等 其他方面的人才 那么像这样的呢,都可以 如果你不是所谓的杰出人才 没有说博士学位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突出成果 但是呢,有在美国的专业工作 比如说,有的人来到美国 学习计算机 学习会计 学习精算 统计 或者是商科 或者其他的文学 心理学等等 这些 那么毕业以后呢 如果在美国有合适的工作 那么都可能办理这样的职业移民 从另一方面,没有年龄限制 比如我们有的客户 办理杰出人才 申请提交的时候已经70多岁 然后呢,也取得了杰出人才的批准 像这样呢,如果办加拿大移民呢 恐怕就难以批准 就像对加拿大移民 像这个高考制度一样 有的更多的可能是 面对的年轻力壮的人 因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国家呢 地广人稀 那美国呢 相对来说嘛 人口更多一些 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 从这些方面呢 有这样政策的区别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此前在别的视频里面就讲过 移民呢 是手段 不是目的 那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追求幸福生活 取得自我实现 这一点嘛 当然你这个移民到不同的国家 都有可能 但是总体来说呢 美国因为人口比较多 经济比较发达 市场比较大 经过这些天呢 可能大家尤其看到 这个美元相对于世界其他的 主要货币 都有比较多的升值 现在呢 比如说一英镑只换1.1美元左右 一美元可以换145日元左右 可以一亿加元的 只换0.7美元多一点 那么一欧元呢 比一美元的汇率还要低一些 从这些方面呢 那么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美国工作啊 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来说吧 回报 比如说收入生活的条件 考虑到自然资源等等方面啊 总体来说呢 应当更好一些 对吧 那么当然人各有志 你办理任何国家的这个移民呢 那么都可以有自己的道理啊 但是呢 如果说有的人只是说觉得 哎呀 美国移民不好办 哎 那这个我退而求其次 说办其他国家的 那这个呢 呃 就不一定值得 对吧 那是在人为 对不对 如果你又觉得说 哎呀 你看某某某 哎 他的背景可能还不如我 对吧 那为什么这个他 呃 办理美国绿卡 就取得批准了呀 啊 那因为像前面讲到的 美国绿卡 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分数线 说大家都呃 内卷啊 这么一个呃 竞争 有一个统一的 这么一个像高考一样的 这么一个制度啊 那美国移民是看个人的情况 所以呢 是在人为 如果说你这个符合条件 那就有可能 那现在呢 很多人说 我想要办美国移民 但是我暂时不够条件 怎么办啊 我们此前在别的视频里面 也讲到了 那你可以考虑呢 先办理美国的留学 如果说你自己现在年龄还不太大 三四十岁 或者说年龄更年轻 可以办自己这个留学 如果说已经五六十岁以上 哎 那么可以考虑呢 送孩子啊 留学美国 然后呢 办理移民 对吧 那像这样呢 这个磨刀不务砍柴工 那留学呢 对于将来的career事业发展 应该也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有的人说 到美国留学比较容易 可是毕业以后啊 这个工作签证不好办理 对吧 那这个呢 是客观上存在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呃 除了H1B 对吧 大家也还有其他的选择 可以用F1OPT CPT 还可以有O1 L1 等等 这个呢 我们的其他文章和视频里面 也都讲到了 另一方面呢 总体来说 我们感觉啊 美国呢 对于留学生毕业以后 工作呢 应该还是说提供了 比较多的选项 啊 那你即使暂时啊 还没有取得美国旅卡 但是马照跑 舞照跳啊 对吧 那仍然可以 这个事业发展 可以做到 那在美国留学 毕业以后呢 如果需要作为buy cup 对吧 你还是可以办 加拿大旅卡 等等啊 那所以呢 如果说只因为感觉说美国旅卡比较难 那至少呢 不见得就要因此放弃 还是可以尝试 那像前面讲到 可以考虑先办理美国的留学 以及在美国用签证 以及在美国用签证生活工作啊 然后呢 继续办理美国的绿卡 像前面讲到 美国绿卡虽然有一些人认为啊 有一定的门槛 不那么容易 但是呢 每年还是美国发放有100万张左右的绿卡 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像前面讲到不是单一的标准 是类似公司招聘一样 只要你有 一技之长 有某一方面的优点 长处啊 那么应该就可以办理 更多的信息呢 可以参见我们新闻名律所的其他文章和视频啊 有需要呢 如果要取得免费的评估 或者说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